哈喽大家好,我是波文 这两年经济差,消费降级 很多茶友都问我有没有性价比高的茶 认识我的茶友都知道 我只做三头古树纯料春茶 虽然有些三头茶 比如像林昌有一些三头的茶 价格相对便宜 但是品质也相对比较一般 我也没有去做 但是同时我每年会做一款性价比比较高的拼配茶 就是每年出的生肖饼 应该有很多茶友都喝过我往年做的生肖饼 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来试喝一下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调试的一个比例 放了一点原料在楼上仓库 我们去看一下 这里是店里面一个零食仓库 今年的十二年生肖饼我还是准备用三款茶来拼配 都是用今年的头春茶 一个是百花坛小高杆 还有雷达山古树 梅子庆古树 我们先抓一点茶叶下去拼配喝一下 这三个原料分别是 这个是百花坛小高杆 这个是梅子庆古树 这个是雷达山古树 三个茶区的茶 这个百花坛小高杆跟百花坛古树一样 都是在义武的原始森林国有林里面 没有人工的过度管理修剪 它的树高也有六七米高 这个林昌的梅子庆古树 是我比较喜欢用来做拼配的一款茶 它充当了一个味精的作用 因为它鲜爽度还有甜度香度都还不错 但是总的来说单喝的话 它滋味会略薄一些 这个雷达山头春古树 它可以很好的弥补这两款茶的一个滋味感 我制作生香饼 首先绝对不会用台地茶 也不会用树林小生态茶的一些小树茶 虽然这个百花坛的小高杆只有几十件树林 但是它的这个生态环境 还有这个口感 因为我也是反复去对比过很多的茶 它的品质确实也非常不错 所以今年会把它拿来做一个生香饼的拼配茶 今年春茶我也在各个山头拿过很多的料 来尝试拼配 但是最后还是选了这三款料来拼配 这段时间我也是在反复的调试它的比例 这个洗茶才洗了一道 但是这个挂杯的花蜜香非常浓郁 这个茶汤金黄透亮 而且肉眼可见 特别多的白蚝 这是第一道汤 茶汤入口 它的容汤香 充斥整个口腔 也是比较明显的花蜜香 茶汤入口甜润都很高 现在泡到第三道 茶汤里面有比较明显的野韵 其实这个野韵它是出自这个义务原始森林里的百花坛小高杆 因为我之前单独喝这款茶的时候是很明显的野韵 甜度比较高 而且茶汤比较柔 水度比较细 因为这里面拼了有梅子沁 所以它喝起来茶汤会有一点鲜爽度 而且梦海的雷达山古树 又让这个茶汤更加的饱满 有层次感 它的这种滋味 醇厚度会更好 入口有一点点微微的苦 但是入口即化 而且回甘 生津特别是生津特别的持久 这个茶汽是非常足 我喝的话提感很明显 有些喝茶提感明显的话 喝两杯下去 这个提感就来了 其实这两年因为天气干旱的原因 很多山头的古树料 茶的滋味比较足 而且茶汽也很足 像我拼配的这三款茶 滋味都是能够融合的 像这个雷达山的古树 它虽然是属于梦海茶 但是它不属于布朗山系 它的苦味不明显 而且它也是属于一个高海白的茶 这个茶汤的话香甜度也不错 而且不会有很重的苦涩味 然后像这个林昌的梅子沁 因为它只是作为一个辅料 让这个茶汤带有花香 而且它的鲜爽度也能够提升 而且像梅子沁的茶它本身也是偏甜 但是这样少量的拼配 到时候跟大量拼配的时候 多少会有点区别 最主要是它的一个主基调是不变的 而且到时候压完饼以后 再放一下它的滋味就融合了 之前有很多买过我生肖饼的茶友应该都知道 我每年做的生肖饼的价格都是固定的 但是每年用的这个原料不一样 价格 其实这几年用的这个原料的价格成本是越来越高的 但是生肖饼这款茶也是很多茶友特别追捧的一款茶 所以我每年都是用心的去把它给做好 现在已经泡到十四五道 后面的话也还没有出水味 甜度也比较高 因为都是头春的茶 耐泡度是没有问题的 调售也很粗壮 今年的生肖饼现在也还是在调试阶段 但基本上是已经定型 正式压饼的话应该也是要到九月十月份 如果这段时间全部都调试好了 也有可能这段时间先把这个饼给压好 每年的生肖饼也是很多茶友比较期待 很多都是会提前预定 但是每年的生肖饼的量也是比较有限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 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